九合一选战刚落幕 以第一高票当选台北市议员的前总统府副秘书长罗志强 即刻宣布将参选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 并说要改变国民党 台湾总统大选2020年才开始 罗志强成为第一个公开表示 问鼎总统宝座的人 27日 他已经在路边开讲 向民众讲述他的理念 九合一选举24日结束 新掀出炉的台北市国民党议员罗志强 26日即刻宣布 将参选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 并以四阶段进行 27日早上 他已经在台南火车站前站对面铁道打饭店路边演讲 进入第一阶段六都感恩皆将在思考 发表一系列对台湾未来的论述与想法 希望改变国民党及台湾 他将以三天时间进行六都感恩街头演讲 预告今晚会到高雄继续阐述理念 他表示 宣布参选总统之后又收到掌声和嘘声 认为自己要做对的事情就不要怕被骂 会坚持走下去 在演讲中 他与现场的民众有互动 三天内进行六都街头演讲后的第一阶段后 第二阶段则是力拼30万LineApp粉丝 建立话语权新平台 29日 他将宣布是否进入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是寻找国民党最强榜 投入国民党初选 若最强榜是自己就当强不让 若使别人优秀过自己 就会强力相挺 第四阶段 则是赢回中华民国总统 要为国 民党赢回执政权 把台湾失去的经济前路 挣到公里 两岸和平找回来 不过 罗志强表示 自己一次又一次的不自量力 鼓舞他为理念奋战至今 这一次再度不自量力宣布参选总统 知道当选总统的几率很少 可能只有1% 但是 1% 就够了 罗志强在这次选战中拿下4万余票 以第一高票当选台北市最高票当选的议员 罗志强认为此次大选代表民进党的超级失败 但也并非是国民党的胜利 但看到一个 就国民党的巨颖 再次站了起来 因此宣布四阶段参选总统 要改造国民党 对于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罗志强宣布参选总统 新北市长 曾任国民党党主席的朱立伦表示 恭喜罗议员高票当选